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成圣之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叶光明 欢迎你收听成圣之道这个节目 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研读圣经 我特别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是免费送你的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可以来信向我索取的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六个字 希望你都记住了 圣经自修课程 好 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依然是继续讲赎罪这个系列主题的第十七讲了 也是这个系列题目的最后一讲了 今天的题目是占有属我们的产业 占有属我们的产业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当中 那记载了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它已经在五星节那一天呢就立定了的 彼得描写了耶稣的生死与复活之后 众人听了都很信服啊 但他们仍然没有归向主 于是他在大声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作为神和教会的代言人 受了三个连续的要求来回答他们 要悔改 受洗 领受圣灵 这是我们进入耶稣与我们获得的 全被结婚的三个属灵步骤啊 我们要逐一简单的来思想一下 这每个要求所包含的实质了 第一 悔改 要完全理解悔改 我们需要查考一下新约的希腊文 和旧约的希伯来文当中所用的不同的词 希腊文这个词的动词意思就是改变心智 改变心智 基本上是指一个决定了 希腊文这个词的意思是 调转或者是回头 这是指一项行动 那当我们把这两个词联合起来 我们就得到悔改这个完整的画面了 它是一个决定 并且有行动相随的 首先我们做出一个决定 然后我们有适当的行动紧跟在后边 一个明显的例子呢 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 11到32节当中那个浪子的比喻了 那首先他做了一个决定 路加福音的15章18节 经文记载说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那么跟着随后他以适当的行动的紧跟呢 他回头往原路回家去了 那或者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呢 悔改就是你一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开车 于是你把车停下来 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开回去 你的悔改只有你实际朝向一个新的方向行驶 开始之后才有效的 神对悔改的要求 首先是由耶稣的先锋 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的三章二节当中宣传出来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耶稣自己后来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那儿又重申 日子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今天许多人的讲道啊 几乎完全省略掉了我们需要采取的第一步 也就是悔改 几年前我参与一个聚会 大部分人呢都不大有圣经基础的 传道人讲了一天很好的讲章 论到如何借着神的话语得到医治 但是他却没有用悔改这个词 然后他说啊 如果你想得到医治的话 请到前面来接受 我为你代祷吧 一下子我得面对一大堆拥到前头来 要接受祷告得医治的人啊 他们的背景包括了 敬拜祖先的 从事一些邪术的 拜偶像的 他们想要在这些商头啊 再加上耶稣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同意过 在我们生命当中啊 许多其他事物上啊 做一个加码 耶稣从来不做这些事情上的加码的 他只是基督教信仰的独特 唯一的根基 传道上应当说啊 从邪术和邪恶之道中 调转过来 放弃你们几代以来 祖先崇拜和拜偶像的习俗 跟他彻底的决裂归向耶稣 这个传道人应该这么说的 但不幸的是啊 悔改没有成为他信息的一部分 聚会的结果是混淆不清 不是有效的侍奉 很少人得救 也许一个也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满足 救恩的第一步要求就是悔改嘛 大部分的教会今天宣传的信息 大多数都是 如果你想摆脱你的一切问题 那就来接受耶稣吧 但是 接受耶稣并不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啊 其实一开始 你就可以遇到一大堆的新的问题了 救恩不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悔改 新约不承认有什么不经过悔改的救恩的 反而新约总是把悔改放在相信之前的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那儿 复活的基督向他的门徒解释他受死的必要性 圣经这么说的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那我们看到了 耶稣向他的门徒委托的福音信息是什么呢 不但是罪得赦免 而且是首先要悔改 然后才是罪得赦免 后来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儿 当保罗在以弗所描写他的事工的时候 他说啊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证明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你发现没有 保罗很简单的描写 他向每个人所传的信息 犹太人也好 西里尼人也好 公开传讲 私下传讲 都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在新约最后 启示录二到三章里头 约翰记载了 耶稣向亚西亚省的 七个教会所发的话 对其中五间 他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要悔改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说啊 今天的教会 也至少当有相应的比例 是需要悔改 多年来 我辅导过一些 有各种问题的基督徒 会以我所听到的 我可以总结出 大部分场合底下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没有悔改 如果这些人 领受并且顺服悔改的信息 大部分人也许 根本不需要 得到更多的辅导 问题就会自然的解决了 在我们没有得赎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悔改的罪 都需要悔改 罪是叛逆神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末期 代方被要求 做无条件的投降 否则的话 是没有和平了 就要打下去了 神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他要求我们 除非无条件投降 否则的话 是没有与神和好的 不加辩论 不加强求 不加强辩 不加任何的保留 我们明确的回应 就必须是 神啊 我在这里 我降服于你 告诉我 该怎么做 转离罪 把自己委身给神 把自己委身给耶稣的 主权之下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这是圣经当中 旧恩的主要的 不可妥协的要求啊 那么第二点 那就是受洗 受洗这个动词 直接来自希腊文 意思就是 进入 啊 进入到水面之下去 作为一种宗教的条例 犹太人在耶稣那个时代 已经有某些类似的仪式习俗了 包括了受洗了 受洗在施洗约翰的事工当中 也占有一个忠心的角色的 当人们回应他 悔改的信息的时候 他就要求他们到约旦河受洗了 因此 约翰的洗是公开承认一个人 已经悔改了他的罪 但是也就仅仅到此而已啊 耶稣在开始他自己事工的时候啊 也经过了约翰的洗哦 但是耶稣受洗不是承认罪 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 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那儿 耶稣解释了他受洗的原因 那是什么呢 是成全诸般的义 借着尾身与约翰的洗 耶稣借着一个外在的行为 成全了他拥有的内在的义 那这是他进入他自己公开事工的一个门禁 然而施洗约翰的事工是一个过渡性的 他结束了旧约先知的事工 为耶稣的事工和福音打开了一条通道 一旦耶稣完成了他地上的事工 为我们最富上的赎价之后 约翰的洗就不再有效了 《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一到五节 那就记载了保罗怎样在以弗所遇到约翰的一些门徒啊 向他们解释全辈的福音信息 以耶稣受死和复活为中心 那后来约翰的这些门徒啊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成了基督徒了 基督徒的洗的一个典型特色 那是在于受洗的人从行为上啊 公开与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认同 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二节那儿 又提醒了哥罗西人 他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 在借着福音成全神的目的的时候 凡是借着相信耶稣的赎罪而知取救恩的人 都要求以受洗这个行为来做一个公开的见证 那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号 证明他们作为主的门徒 委身给基督了 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当中啊 耶稣就拆遣他第一批门徒出去的时候 指示他们说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基督徒受洗不是救恩过程的一个附加的成分 而是这个过程的公开的一个见证 悔改相信信而受洗加入教会 这些都是新约圣经当中多次强调的信息啊 然而基督徒受洗这些世上最后一再强调 不只是受死或者是被埋 更重要的是复活 从而为一个全新的生命方式打开了一扇大门 那这一点呢 保留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一到四节当中啊 美妙的总结出来了 他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了 这第二点讲完了 接着下来 第三 领受圣灵了 那悔改相信以后受洗 第三就接着就是领受圣灵 这是救恩过程的第三个步骤 可以说第三步 也是一个顶峰的步骤啊 为了对所包括的内容 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的 我们需要承认 新约论到两种不同的领受圣灵的方式 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记载了耶稣复活后的第一次 向他的一组门徒显现的事 经文记载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如果按照字面一点来解释 第二十二节 我们就可以说了 他把气吹进他们里面 对他们说 领受圣善的气 那他们的行为 也配合了他的言语 那个时候 门徒从耶稣那里啊 借着领受圣善的气 而领受了圣灵 那其实他们是借着圣灵 而重生了 他们领受了从神那儿来的 复活的生命 那生命胜过撒旦 罪恶死亡和坟墓 好了 接着这个亮光呢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第四节当中他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救圣果世界 要知道啊 宇宙间是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击败那从神而来的 永恒的生命的 这生命是每一个 相信耶稣的信徒 由圣灵重生之后 而领受来的 但是门徒仍然 还要不断的领受圣灵啊 从耶稣复活生天的四十天里头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四到五节经文说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看啊 显然 在圣灵里面的洗 在那个时候 仍然是一件 还没有临到门徒身上的事哦 即使他们经历了 复活主日的歧视 耶稣的这个应许的实现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一到四节的 经文这么记载说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哎呀你注意到了啊 在这里描写的经历当中啊 有三个连续的步骤啊 那我们注意 有三个连续的步骤 首先是受洗 那这是一种静默 是一种什么样的静默呢 他们都静默在从上 而临到他们身上的圣灵之中啊 这也许可以用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大瀑布来形容 这种受洗吧 那个气势啊 第二那就是内住了 他们都个别的受到圣灵的充满 第三就是满意 他们里面的圣灵 借着他们以超自然的言语 满意出来了 他们以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 也不懂的别国的语言 来荣耀神传讲福音了 门徒在五旬节那天的经历 彰显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三十四节当中指出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也就是说啊 当人的心里充满的时候 他就从口中啊 以言语的形态流露出来了 这个由圣灵充满的精力 是使徒们有效见证耶稣的 必要的超自然的装备啊 因为他们要为完全超自然的事件 做见证嘛 就是耶稣的复活和升天 见证这些超自然的事件 需要有超自然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五旬节那一天呢 第一次彰显出来了 也在使徒行传以后的记载当中啊 不断的反映出来 这种能力从来没有从教会当中收回哦 今天仍然可以得到的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四到八节当中 保罗很清楚的指出 超自然的恩赐和圣灵的彰显 要不断的在教会当中运作 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 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四到八节 保罗这么说的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好了 我们可以把以上描写的圣灵的运作 以对教会历史上两个关键日期 进行比较来总结出来吧 复活主日是基督的复活 门徒从耶稣那里领受圣善之灵的气 结果是他们得到复活的生命 五旬节主日是基督的升天 门徒得到从上而来圣灵的浇灌 结果他们得到见证的能力 那些领受到复活主日经历的 并且感受到有必要得到五旬节主日的经历的人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37到39节就提供了一个应许 他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 好了 这里有三个很简单的要求 三个简单的要求 喝 到耶稣那里去 喝 直到你能满意出来 这一切都生动的在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中预表过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一到二节描写道 他说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首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时 由逾越节羔羊之血而得救了 免受神的审判 圣经当中 羔羊的记忆就代表耶稣 这位神的羔羊 他的保血撒在十字架上拯救悔改的罪人 免得人因为他们的罪受神的审判 那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被救出埃及之地以后 过红海在旷野当中有云柱火柱的引导 来做一个应用的例子吧 那以色列人就好像经历了双重的洗礼一样的 以色列人经过红海海水超自然的在他们前面分开了 这代表进水礼啊 那代表进水礼 云里受洗是从上而来的洗 这代表圣灵的洗了 你看呢 这双重的洗最终是有效的把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分开了 埃及地就代表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 云里受洗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十九到二十页里呢 是有所描写的 那圣经这么描写说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一边发光 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在这个超自然的云中啊 主亲自临下保护他的子民 他有双重的效益啊 对埃及人来说啊 他是又黑暗又可怕 但是对以色列来说啊 这是夜间的光哦 整夜那云使埃及人不得靠近以色列人 在云中主的使者临近保护他的子民 耶稣指出啊 借着圣灵 他将回来与他的门徒永远住在一起 云柱生动的预表了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十六到十八节当中 对门徒发出应许的实现 那经文这么说的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护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你看啊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描述 就表明了 在云柱当中 神的使者 把以色列人的营地 跟埃及人分开了 同样的 在圣灵当中 主耶稣回到 相信他的子民中间 与他们永住 这样在压力重重的时候啊 他为他们既提供了保护 又提供了安慰啊 接着在双重的洗 神的子民 开始了一个终身的旅程 带领他们进入神 为他们预备的产业当中 每天 他们都由同一个 在红海岸边 临到他们身上的云柱引领着 白天呢 这个云柱提供隐蔽 也就是说 为他们遮挡 很热的太阳阳光 那夜间呢 他提供黑暗当中的光了 这是圣灵最好的预表 他既是我们的祥导 又是我们的安慰 在这次旅程当中啊 以色人都吃同样的零食 和一样的零水 以色人所吃的食物是 每天早上 跟露水一同降下来的玛拿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第四节那儿 同样的 耶稣向他的门徒提出 神为他现代的子民 提供的灵粮 圣经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对今天的基督徒 属灵力量和健康 都是由每天定时的 阅读神的话语 来喂养自己 让我们的灵命 不断的成长 健壮起来 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有了圣灵内住 就在他里面 有取之不尽的 生命之水的源泉了 在我们的整个人生旅途 旅途当中啊 我们属灵的健康 取决于我们每天 去研读神的话语 引于内住圣灵的源泉 在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经历当中啊 我们学会了 每天与主有亲密的相交 那就是读神的话语 我们默想神的话语 祷告 还有敬拜 来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也开始生动的领 领会到神在旷野路中啊 为以色列人提供的玛拿 必须每天早上收取哦 否则的话 太阳一出来 他的热量就把玛拿给融化了 因此 每天早上 在世间忧虑和责任的热量 造成玛拿融化之前呢 我们要早早起来 用神的话语 喂养我们自己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